隔着一扇门 我看着门外那对如胶似漆的情侣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曾经发誓爱我入骨的男人 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拒接我的电话 等我终于不再需要他了 他却好像后悔了 他一路追来 把我堵在门口 我看了看周围 迟笑了一声 你这又是做给谁看 我和徐浩从大学开始就谈恋爱 毕业后就结婚 我们的感情经历和大多数校园恋人一样 有过甜蜜也有过吵闹 最后都奔着白头偕老 一起踏进婚姻的殿堂 在婚礼上 他许诺这一生一世都只爱着我 无论生老病死 我相信他真的会这样做 毕竟他是真的很爱我 爱我能到什么地步 我们每次吵架 都是他先认错 无论对错 都是他错 有一次 他跨了一个区开车去买碗馄饨 只为了我随口一句我想吃周记家的 馄饨了 他便去买 他买回来后 馄饨妥了 他立马看出我神情不对 便在一边哄着我 要不 我再去买一份 让老板分开打包 买完我快点回来 怎么样 见我不吭声 他便说憋气了 就一份混沌 气坏了身子不值的 我妈曾对我说 找个懂得爱惜你的人不容易 能关心你 让着你脾气的人 才是真正爱你的 确实 这世上不会有人无缘无故愿意对你好 除非真的爱你爱到骨子里 同样一句话 我也曾在爸爸的嘴里听过 每次妈妈一生气 爸爸就总说为了一点小事 气坏身子不值的 然后我爸开始对着我妈各种耍宝 最后成功地把妈妈逗笑了 背着妈妈 暗地里朝我竖起大拇指 仿佛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我一直认为徐浩和我爸是同一类型的男人 最终我们也会成为我爸妈的模样 如今 这个口口声声说 爱我的人 正和他的助理顾寒寒坐在走廊里等着看产科 他抚摸着他的肚子 他望着他的脸 两人一脸幸福的模样 我望着眼前这一幕 不敢相信 那个爱我爱到骨子里的男人 会背着我和我闺蜜有了孩子 这一刻 我的心犹如被人千刀万剐一样难受 假如我今天没遇到 有人拿他们到我面前说笑 我都只会把他当成是天大的笑话 毕竟 天又不会塌下来 我早上去公司加班 想着多赚点奶粉钱 却一不小心在公司摔了一跤 望着身下不断流淌出来的血 我彻底慌了 急忙给徐浩打电话 他却一直显示盲音 外面瓢泼大雨 给他发信息也不回 直到有个同事来敲门 觉得不对劲才赶紧拨给了急救中心 被接来医院 在拿到流产确诊书的那一刻 我哭得撕心裂肺不能自已 我的手不断垂打着胸口 咒骂自己 并从骨子里深深痛恨自己 一生见状 不得不给我打了真正定计 让我昏睡过去 我醒来之后 就看见了门外的徐浩 我心里一阵欢喜 以为他知晓我的情况 只见他转过身 静止走向坐在椅子上的顾寒寒 他们隔着一扇门 在你浓我浓 全然望我 而我清楚地看到顾寒寒站起身时 挺着个肚子 他在整室进进出出 望着眼前这一幕 我既震惊又心如死灰 难道老天爷觉得 我没有了孩子还不够惨 又让我撞见老公出轨 旁边床的大姐知晓我的情况 连忙说 妹子别哭了 孩子没了 再要就是 哭坏身子不值的 以前听到这句话 觉得很窝心 现在竟觉得很讽刺 可 我明明就没哭啊 我的手摸到脸上 满脸泪痕 而我却完全没有任何知觉 我拿起手机 望着徐浩的侧脸 隔着一扇门打电话给他 一遍又一遍 他不停地拿出手机 不厌其烦地看着我的来电显示 就这样 不接听不挂断 直到他的手机自动关机 顾寒寒在旁边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早就习以为常了 我望着顾寒寒 明明我们以前是那么要好的闺蜜 他说工作不好找 我就帮忙给他找份工作 当时就想着 徐浩刚好缺个助理 也算是拜托他 多帮忙看着点徐浩 记得那时他说 你家这位 你还不知道 这心 可是实实在在地在你身上 别人抢都抢不走 我当时抿着嘴 笑得一脸甜蜜 你就打去我吧 看我以后会不会饶了你 我还吩咐徐浩 有合适的男生 多给他介绍介绍 他拍着胸脯说 包在他身上 这两人 当初都信誓旦旦地说 会好好看着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他们 就是这样照顾我的 照顾着他们彼此的 背着我 还有了孩子 而如今 两人还在继续地瞒着我 把我当傻子一样 望着顾寒寒的肚子 我的记忆里 也出现过这样的画面 徐浩也曾这样摸着我的肚子 说些踢技的话 也经常对着肚子说 宝贝要乖乖的 不要折腾妈妈哦 这样爸爸会更爱你的 当然 最爱的还是你妈妈 他霸道地在我耳边 说着这句话 那时的我 心里很甜 有所爱 有所期待 人生的幸福 不过如此了 我躺在病床上 回想着徐浩对我说的话 如今 他是不是也对着顾寒寒这样说 手渐渐抚摸上小腹 感受着小腹带来的空虚感和振振疼痛 不禁再次泪流满面 在今天之前 这里面还住着我最爱的小宝贝 而妈妈却一不小心就把你弄丢了 对不起 我的宝宝 是妈妈没保护好你 才让你没来得及出来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怪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我在病床上哭得不能自已 心里充满自责 刚得知流产的那一刻 我好恨自己 为什么要去工作 为了那点工资 拼命地去工作 去加班 就想着能多拿点钱 帮许浩多分担一下家里 可 我却忘记了 谁来帮我分担 我恨自己 为什么不好好在家休息 为什么总是那么粗心大意 如果 如果我早上走路的时候 再小心点 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 宝宝就不会离开我了 是妈妈对不起你啊 在这一刻 我恨起老天 为什么偏偏是我 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 晚上 徐浩终于打电话来了 我没接 任由手机震动着 最后 徐浩发微信问我 晚晚 出什么事了 晚晚 你快接电话 最后变成 看到信息诉回 后面 他以为我不回他信息 是生气早上 他不接我电话 他便主动解释 我早上再陪一个重要的客户 所以手机没带身上 我真的很想问问他 是什么重要客户需要陪一天 陪到这么晚才回家 男女之间能相处的底层逻辑 就是 不重要的人总有很多借口 而重要的人从来不需要找借口 我看着他信息 突然萌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 究竟是我眼瞎 还是他演得太逼真 才能让我这么久以来 发自内心的觉得 他是爱我的 这么多年 我因为相信他 从不看他的手机 也不去查他的通勤记录 就连他时不时的要出差 我也从没去怀疑过 潜意识觉得 他在为我们这个家庭做奋斗 已经很辛苦了 我应该要体谅 要懂事 不要给他添堵 让他能好好安心上班 须不知 我的善解人意 原来是为他人做嫁衣 他奋斗的终点 从来不是为我 也不是为我们这个家 而是为了顾寒寒 为了他们彼此的家 我没心情和他演戏 早上发信息的时候 和他说肚子不舒服 让他赶快回来 可他仍旧等到凌晨才回 他完全忘记我是个孕妇 他的心 只在另一个孕妇身上 但凡我有点生命危险 他这个点回来 只能帮我收尸了 这种敷衍的态度 突然让我莫名熟悉 也想起最近发生的许多事 原来 有的事情在悄无声息中 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只是我迟钝 或者是太过于自信 我们的感情 才被人有机可乘 以前结婚纪念日 他总会制造些浪漫 说 两个人在一起 除了要生活也要仪式感 所以他会时不时地 带我去看电影 买花送给我 就连出差 也会淘一些好玩古怪的玩意 给我带回来 看着我满脸笑意 他总说直了 出去下馆子 他总会以我的喜好 去挑选餐厅 然后菜上上来后 第一时间把菜先夹到我碗里 全程不用我动手夹菜 他就喜欢看我 把他家的菜吃完 因为 他说 这样很有成就感 我曾笑着说他 你是要把我养成一只小猪仔 他却理所当然地说 你看出来了 就是要把你养成一只白白胖胖的小母猪 然后把你卖掉 听完 我假装很生气地放下筷子 说不吃了 反正迟早是要被卖掉的 吃那么多浪费粮食 他却很紧张地过来 安慰我 开玩笑的 怎么舍得把你卖掉 不过就是想你吃多点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喜欢 只要是你就可以 这人讲起情话 真的是一套一套的 让人不由之主地情限其中 最让我感动的是 身为儿媳 婆媳关系可是最闹心的事 他妈偶尔想让我过去帮忙打扫卫生 做做家务 煮煮饭 顺带还挑挑刺什么的 他都一一帮我拒绝 说嫁给他是为了让我享福 是让我更快乐 而不是让我委屈求全 去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 和应付一些不喜欢的人 想着以前 两人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却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变成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又不是情人 这些满是噱头的纪念日 不过也罢 我一开始 虽有少许不开心 但也由着他 他妈让我去帮忙做家务 他也不再去拒绝 而是让我学着去体谅他 说他一个人要忙工作 还要操心家里的事 迟早会被累死 为此 我开始变成 每周一有空闲 就去帮他妈整个屋子 大扫出一次 顺带还帮忙煮煮饭 啥的 看电影 送花 下馆子这些更是屈指可数了 偶尔去外面吃 还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全程都是他吃他的 我吃我的 不搭一句话 两个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吃完早早回家 各自躺下 以前一有重大节日时 他就会打扮得很精致 兴致勃勃地说 带我出去玩 在后来 他打扮成精致的模样时 就说是要去出差 我也在时间面前 早已变得习以为常 现在才恍然想明白 原来许多事情 早已勿使人飞了 我出院后 一个人在娘家待了半个月 期间和徐浩发消息 说回娘家住 他只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想回来的时候再和他讲 他也没问我们的宝宝怎么样 也对 他现在布置一个宝宝 想到这里 心再次凉透了 原来 爱一个人痛到极致便是沉默 在医院那几天 我冷眼看着徐浩陪着顾寒寒几次进出产科 他们时而高兴地彼此相拥 时而伤心地互相安慰 最后一次 他们两人拿着检查报告开心地走了 他们开心的模样是我心里期盼已久的 我多希望是我拿着报告单开心地离去 多希望这一切都从没在我发生过 可 现实终究是现实 迟早都要学会面对 在同一天我也办理出院手续回娘家 我和徐浩说回娘家 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他终于不用再编一些理由和借口来搪塞我了 可以光明正大地陪在顾寒寒身边照顾他 而我 在想清楚了某些事情后 就通知徐浩来接我 徐浩一见到我脸色苍白 便面露心疼地说 怎么来住一阵子 脸色都不好了 宝宝不乖吗 我注意到 他只抬头瞄了我一眼 然后就这么随口一说 顺手接过我手边的行李 便没再多看我几眼 而我看着他的神情 才恍然明白 原来他从前是这样对待我 从没用心地去关心我 如果他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我不止脸色不好 肚子也平了 可他没看出来 他以为孩子还好好的在我身上待着 毕竟我这几天在做小月子 整天伤心过度 没什么胃口吃东西 我爸妈骂我不爱吸身体 说以后生病了谁管你 我想想也是 难道我还要指望徐浩来照顾我吗 后面我爸妈见我想开了 也欣慰了些 便劝我赶紧养好身子 孩子再要救世了 缘分到了 跑都跑不掉 可即便我想吃 想好好养身子 我还是吃不了多少 便硬生生地受了十来斤 这些难受在徐浩眼里 却是轻描淡写的 他的态度让我的心里起了一股无名火 我平日就是被他这幅真情实义的模样 给自我感动的 以至于我一直忽略了他真实的模样 我避开他探究的眼神 难道我爸妈还会让我饿肚子吗 我只是这阵子没什么胃口而已 他手伸过来牵着我走 笑着说 那回家后做你爱吃的东西给你吃吃 再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我猜是之前顾寒寒的产检报告没问题 他才有心情来哄哄我 以前他也会经常下厨 后面工作越来越忙 下厨的次数变得屈指可数 就连碰一起吃个饭都很困难了 我强忍着恶心让他牵着 皮笑肉不笑的让他赶紧上车 我坐上副驾坐 突然看见一只口红 我假装不经意的把口红拿在手上把玩着 侧着脸看他 咦 徐浩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只见他眼神下意识的躲闪了下 没 没啊 他眼睛瞄到我手里的口红 哦 你说这个 这是上次送一个客户的时候不小心落下的 我还发信息问他 说下次见面给人家送过去呢 是吗 我怀疑的看着他 是啊 你不信的话可以给你看聊天记录 徐浩信誓旦旦的说 不用了 我相信你 只是看你最近都没找我 也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了 我 我心里有点慌 就会容易胡思乱想 我以为你 你爱上别人了 我假装委屈的和他说 通过这次住院 我想明白了 人该矫情还是要矫情下的 徐浩健壮 一抹愧疚的神情闪过 他语气突然变温柔的对着我说 你这是怀孕后 体内内分泌在作祟 我怎么会爱上别人了呢 傻瓜 再说 不是你说要好好放松 不要来打扰你 我这 不是听你的话 少来打扰你 我气呼呼的 我说的是气话 你也信 以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 不要 你就会自动理解为 要 怎么现在 都忘了 徐浩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但他食指不停地倾扣着 现在我们都不一样了 别老想着以前 人要向前看 怎么能一直念着以前呢 相处那么久 他一说谎就下意识地食指倾扣 只是他自己没发现 以前我们谈恋爱时 通过我屡次试探 发现的 刚追我那会儿 他骗我说能吃辣 那时我无意间发现 他食指干嘛要一直倾扣着 看他神情 他自己好像不知道 后面带他去吃了一顿辣火锅 他全程一直把舌头伸出来 满头大汗一副受不了的样子 事后还引发肠胃炎 那次我才知道 他原来不能吃辣的 还有几次 他想制造惊喜给我 然后不得不骗我时 他食指就放在两侧 倾扣着身子 我发现后 跟着一起配合他 现在 这拙劣的演技 再也骗不了我了 我们回家后 徐浩去洗澡 而我拿起徐浩的手机 解开他的密码 打开微信 看到顾寒寒发的信息 老公 宝宝替我了 他好调皮啊 你说会不会是个男孩子 想起你说 希望是个男宝宝 这样就会有两个护花使者 保护我了 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宝宝和我都想你了 看着顾寒寒发的信息 怎么以前没发现 他一点连耻心都没有 仿佛知三当三 事件很正常的是一样 我把他们的聊天 记录了截屏 发到自己的手机上 还把他们的产简单 也一并保存了 然后给他回了一句 希望你们得偿所愿 随即把短信删掉 我相信他看到了 果然 不久后 顾寒寒直接发信息过来 宋婉 你不要死皮赖脸的 缠着许浩 赶紧趁早签了离婚协议吧 看到这条信息 我手一抖 手机掉到地上了 我没想到的是 原来 徐浩连离婚协议书都准备好了 更没想到 昔日的闺蜜这么低 臭不要脸 我这眼 真的算白瞎 徐浩还和顾寒寒说 我对他死缠烂打 我不信 徐浩从没说要和我离婚 我也没收到过 什么离婚协议书 这怕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而且 你怎么能证明徐浩想和你在一起 我冷静地发出这几条信息 以顾寒寒的性格 他会迫切地想证明给我看的 他只回了句 你等着 徐浩刚洗完澡出来 只见他接了个电话 匆匆换好衣服 和我说公司出了点事 要赶紧过去一趟 我欲言又止的 祈求的 问能不能 别去 你说我回家会好好陪给我的 徐浩却没给我任何的回应 他急匆匆拿起钥匙就出门了 我心里其实知道 他不会留下来的 只是存着一丝妄念 希望他能像以前一样 在我需要他的时候 能陪在我身边 顾寒寒在这时让他过去 不过是想让我看清 我送完在徐浩心里的位置 早已排到最后 而我们也终究回不去 事实证明 在我和顾寒寒之间 徐浩已经做出取舍了 机会 我已经给过一次了 虽然心里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仍然感觉到胸口顿痛顿痛的 我捂着胸口蹲在地上 想哭却哭不出来 心仿佛被人狠狠撵过一样 没有眼泪 却十分难受 我的眼泪 早在流产的那天都流完了 眼泪也让我明白 世上最廉价的东西就是眼泪 哭 并不能改变什么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懦弱 和让别人更同情你 并不能为我带来实际的利益 从那天开始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轻易地为他人流一滴眼泪 让我哭的人都是对我不好的 我又怎会为了不相干的人 劳心伤神 而真心爱我 疼我的人 怎么舍得让我落下一滴眼泪 我也相信 每次心里遭受的顿痛 都会换来我内心的强大 直到强大到无人能再伤害我 而这些疼痛终究会成为我最坚硬的铠甲 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隔天一早 我手机就收到顾寒寒发来的示威照片 照片里两人一丝不挂 顾寒寒还各种凹姿式地拍给我看 怀着运 还能玩得这么花 我也是无法苟同 看到这些照片 我的心没有一点波澜 只觉得很恶心 我把这些照片都存起来 顾寒寒却得意地继续发信息来 这下你相信了吧 徐浩最终还是选择了我 你永远都争不过我的 手机一直滴滴响不停 真是烦人 是吗 你信不信徐浩打死都不会和我离婚的 人犯贱 天诛地灭 我发完信息 就慢悠悠地吃早餐 可想而知 顾寒寒肯定气急了 不久 他把和徐浩谈话的录音送到我面前 录音里他温柔地和徐浩说 我决定 找个人先去领证 这样小孩生下来就不会负不祥 也不会被人指指点点 遭受异样的眼光看待 我知道 你最爱的还是我 现在只不过是为了不让婉婉伤心 才一直瞒着他 我不会逼你做选择 我爱你 愿意为你牺牲任何一切 一番茶言茶语 让徐浩感动得无以言表 只见徐浩说 委屈你了 寒寒 我知道你对我是最好的 以后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故寒寒得意地向我炫耀 却没注意 徐浩压根没和他说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但这一份录音也被我保留起来了 晚上 徐浩回来 一直抱怨说 今天的客户好难缠 无论如何都要让他陪吃饭什么的 我附和地说 是的 现在都客户不仅要求多 还挺刁钻 他见我脸色如常 暗暗松了口气 却不知 这一幕落入我的眼中 有时 我真的想脱口问他 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 累不累 我想 应当是不累的 就像偷心的人 从不嫌遮掩是个麻烦事 我在徐浩的手提包发现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上写明 夫妻两人共同平分财产 但他可能忘了 之前结婚时 为了给予我最好 或者说 他对我们的感情充满信心 自发地签了另一份保护我的协议 同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当初他说 想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让我可以安心地和他一起过日子 死活让我签名 现在过去那么久 他可能压根忘记这回事了 或者说 有了新人便忘了旧人 我拿着他 你的离婚协议书 利落地在上面签上名字 然后把他放回原来的地方 在这一刻 我突然觉得累了 这种丧偶式的婚姻 不如一个人过 我把收集来的证据和照片都寄给律师 连同多年前的那份协议 也一起打包好 说来好笑 我以前还想把它撕了 觉得应该一辈子都用不上 谁知打脸进来的这样快 这才几年 竟然就用上了 所以还是说 一个女人最保障的东西 真的不是男人 还是要有经济和应对低谷时的勇气 只有经历过 才能脱胎换骨 迎来重生 徐浩和我说 他要出差几天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顾寒寒在朋友圈发了两人 即将一起出去游玩的照片 还称是蜜月旅行 我看完 心底仅毫无波澜 我搬出了和徐浩一起住的地方 一个人住到乡下的一个地方 我没和任何人说 因为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 这样就可以尽情地去做想做的事 留过一次小产 才知道那些死过一次的人 为什么都看开 都想明白了 因为 我也是 前几十年 我活在父母的影子里 他们以过来人的经验 教导着我如何为人处事 结婚后 我活在徐浩的影子里 一切都以他为主 总觉得这样才是 做好一个妻子该有的样子 可是 兜兜转转 最后我才发现 所有的因果来源于爱自己 只有懂得爱自己 一切才会变得更好 正所谓爱出者爱反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索性 现在也不迟 几天不见 徐浩回来发现屋里空荡荡的 没有一丝我的气息 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 连忙打电话问我去哪了 我让他打开抽屉看看 一份离婚协议书赫然摆在他眼前 他猛吸一口气 连忙说 晚晚不是这样的 我没想着和你离婚 这份协议是韩寒委托我放在身边的 我轻声问 顾韩寒没结婚 让你放愤这东西在身上干嘛 难道 你不知道他已经要武扬威到我面前了吗 徐浩在电话那头还想解释点什么 我直接把电话挂掉 敢做不敢当的男人 以前怎么没发现有这毛病 我挂完电话 脚步轻盈地走在金黄色的麦田上 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宁静 如果没有徐浩打低那通电话 应该就更完美了 过了一个星期 徐浩收到了我寄给他的东西 而律师也表明了财产的所有权 归我 他近身出户 徐浩看到那些照片和聊天记录 发疯了搬在找我 一直打我电话 我拒接 他去找遍所有我可能去的地方 问遍了所有认识我的人 后面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竟真的被他找到了我住的地方 他带着一堆我寄给他的资料上门 当面着我的面撕掉离婚协议 我站在门口 默然地说 徐浩 没用的 这婚 是离定了 徐浩不听 他的眼睛慢慢从我的脸转向肚子 急忙地说 婉婉 你肚子怎么是平的 宝宝呢 你不会为了报复我而去伤害宝宝吧 我迟笑了下 你以为你的脸很大 就因为你的出轨 我去伤害一个无辜的生命 我去伤害一个无辜的生命 你值得吗 徐浩 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吗 你连你老婆什么时候流产的都不知道 就你这样还配做人老公吗 徐浩却没听进我的话 抓住我的手臂急切地问 婉婉 你什么时候流产的 你怎么没和我说 我看着他此时 无比认真的脸 好像真的做错的人是我 你看看 明明我发信息 打电话给你 你都不回也不接 现在来问我什么时候流产的 徐浩 这样有意思吗 再说 你给过我机会让我说了吗 我打电话给你 你明明知道我找你有急事 可你就是不接 你就在一旁看着我的号码 直到你手机没电 事后和我说你陪了一天客户 很累 徐浩睁大眼睛 你怎么知道 我忍不住冷笑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徐浩紧张地试探 不是我不接你电话 而是真的很忙 是啊 忙着陪顾寒寒产简 我知道 只见徐浩情绪激动的 你果然看到了是不是 我冷静地回他 是啊 我就在你们身后 看着你们 你能想象到 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痛苦吗 刚没了宝宝 又撞见老公出轨 还是和我最好的朋友 就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却都被我碰上了 我一句句地紧逼 一步步地向着他靠近 他心慌地跌坐在地上 嘴巴不停呢喃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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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晚 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我隔着一扇门 看着你 一直不接电话 我的心有多冷 还是你忘记了 我也是个孕妇 也会发生意外 我打那么多通电话给你 你就真的没想过 我会不会出事了 我低头看向徐浩 他一脸痛苦和懊悔 你当然知道 只是你 没选择我罢了 那你现在这副模样 又是来做给谁看的 说完 我看了他一眼 便抬腿走了 他见我要走 急忙抱住我的腿 颤抖地说 别 别走 求 求求你了 我看他手抱着我大腿 我一顿恶心 甩开他的手 徐浩 好聚好散吧 别让我看不起你 多年的感情 闹到这个地步 我也不想的 本想着不爱 就给双方留点体面 可 有的人就是不需要脸面 徐浩回去后 和顾涵涵大吵一顿 说他使记逼迫 我与他离婚 还说他想小三上位 他向他表明 坚决不会和他结婚的 这话直接把顾涵涵气得早产了 顾涵涵当天便发信息 打电话来骂我 说现在徐浩不管他们娘俩了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大人不管 孩子也不管 而徐浩手机关机 大家都找不到他人 我说 这难道不是你自作自受 知三当三 本来就没什么好下场 你这情形 还是管好自己吧 我挂断电话后 取出手机卡 直接把卡丢垃圾桶里 这一天天的 真是晦气 拐个弯准备回家时 却见到徐浩的背影 我绕过他 从后门进 一次谈话的机会 也不想给他 以前爱得有多深切 现在表现得就有多热烈 从前一个月 见不到几次面低人 在失去后天天都能见到 不懂得珍惜的人 终于体会到后悔的滋味 徐浩每天在我家蹲点 一蹲就蹲一天 每次看这情形 我就觉得心烦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故意把家里的灯都打亮 音乐放到最大声 目的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家 让他明白 没有他的日子 我一个人照样活得很滋润 而且明摆着 就是不想见他 徐浩静静看着这一切 纵容着我的所作所为 像是回到最初他追求我的模样 可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 做再多都是枉然 徐浩天没亮就在门口等着 一站就是一天 风吹雨晒 坚持站了十几天 每天都买一束 我喜欢的向日葵挂门边 我看都没看直接丢垃圾 他跑去好远的地方 买馄饨给我吃 小心翼翼地求我吃一口 我把馄饨全破地上去了 他努力地去找以前的那些美好记忆 可是变了就是变了 没用的 后来 徐浩就没再出现了 过了一阵子 以前许久没联系的一个学长 突然找上我 知道我目前工作室的发展后 果断表示想和我一起合作 我看着学长的眼睛 发现还是一如既往的宠溺 仿佛我说天现在就要他下来了 他也坚信不疑 以前读书时 学长向我表白过 我拒绝他后 他虽失落 但也表示尊重 那时年轻的我 觉得他的喜欢没有许浩那么热烈 其实脑海也隐约浮现 以前我拒绝学长的真实原因 也许是他太过优秀 优秀的让我觉得高不可堪 我自己就像个灰姑娘 什么都没有 不够优秀 也不够出众 我的潜意识有点自卑 所以当许浩和我表白时 我就答应 那时事实证明 徐浩对我很好 好的让我觉得自己赚了 可现在 真的是我赚了吗 我就当那么多年的青春和感情为了狗 一阵轻烈的冷香从我鼻前掠过 学长的手在我跟前摆了摆 小婉婉 回神咯 他语气轻松地说 我直视着他眼睛 你不怕亏本 不怕 我在 你不会亏的 他自信地对我讲 我两手一摊 好吧 他想起来什么事的 你工作是目前就你一个 对啊 前期刚起来 我自己一个人足够了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可能以后也不需要别人了 有我就够了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话一聊 诧异地看着他 他却被我逗笑了 晚晚 我的心思 你应该知道的 以前年少不懂事 也没拍过拖 后面才懂得 真正爱一个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情况 咋一下发展到这了 有点太快了吧 我向他表示 目前还没其他想法 他说 没关系 后面又听他呢喃着 这么多年 我都过来了 不在乎这一点点时间 谈完学长送我回家时 不料撞上许号 我以为他放弃了 那么多天没来 他看到我身边的人后 开始生气的指责 是因为有别人了 所以才急着和我离婚 送晚 你真脏 一道从我身边闪过 只见两道身影纠缠在一起 学长的拳头狠狠地 往许号身上招呼 那手法快 很准 许号没办法反抗 只能一直处于挨打的份上 他受了学长几拳后 我将学长拉开 不要打了 不值得 我掠过许号 他躺在地上 极其狼狈看着我 欲言又止地说 晚晚 我已经和顾寒寒分手了 你回来吧 学长又想上前给他两拳 我急忙拉住他手臂 先开门让学长进屋 许号却伸出一只手拦住门 我像看大傻子一样地看着许号 你觉得搞大别人的肚子 转眼就说分手的男人 我会和他在一起 是你傻还是我傻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可 晚晚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真的是酒醉后 不小心把他当成你 才和他发生了那一次 他一直威胁我 要把这事告诉你 我是太害怕失去你 才会忍着他 如果我知道他会这样 我早就向你坦白了 许号着急地向我解释着 我却觉得好笑 不是 你觉得你出轨一次 就算告诉我事情真相 难道我就会包容你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底线 再说 这样的关系你也乐在其中 不是 我反问他 你明明就在享受着这种偷心的快感 却又不敢承认 敢做不敢当 你连顾寒寒都不如 我用力撇开他的手 猛地把门关上 你们不要再来恶心我了 不然我报警 许号懊悔地拍了拍大门 见我戳破了他心底最真实的想法后 便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关上门后 学长看着我 那眼神有心疼 还有些许说不出的情绪 我看着他皱巴巴的衣服 一脸歉意地看着他 抱歉学长 给你添麻烦 只见他上前 把我拥入怀中 声音沙哑的 我不在 你就把自己搞成这样 早知道 当初就应该和他争到底 我惊讶抬头望向他 对他这话感到不解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 之前你拒绝我后 我本来不想放弃 后面看你和他很幸福 很开心 我尝试着去放下你 于是我出国了 在前不久 我在网上看到你这个工作室 才想着联系你 没想到 被我看到这一幕 他这话 挺让我惊讶的 可 目前我没办法回应他的感情 我没自信 也没底气再去接受 一段新的感情 学长却说 不着急 慢慢来 你不需要有压力 只要你知道 我一直在你身边就够了 我感激地看着他 过没多久 便看到顾晗晗发了张全家福的照片 徐浩站在顾晗晗身边牵强地笑着 而顾晗晗抱着孩子 笑得一脸幸福 毕竟顾晗晗生了个儿子 徐浩迫于他爸妈的压力 还是和顾晗晗结婚 我知道 他爸妈想要孙子的心有多迫切 顾晗晗也是利用这一点 才进了徐家的门 顾晗晗进门后 把徐浩父母哄骗得团团转 陆陆续续在徐家拿了许多钱去投资 后面发现钱全部被人骗光 就去借贷 还被拍了照片 顾晗晗不敢告诉徐浩 直到还不起贷款 那些借贷的人找上门 把顾晗晗的照片甩到徐浩父母脸上 两个老人家气得浑身发抖 一辈子清白做人 没想到最后还有个污点 徐浩知道后 约顾晗晗明政局见 这次 他父母没阻止 顾晗晗死活 不离婚 跑到徐浩公司去闹 把他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最后领导把徐浩停止了 徐妈妈知道后 连连说 家门不幸 真是家门不幸啊 顾晗晗却把孩子带走 不让他们见孩子一面 还留下一张检查单 上面清楚地写着 孩子不是徐浩的 徐妈妈受不了这个打击 当场晕了过去 徐浩看到这个结果 一边把他妈搬上救护车 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顾晗晗 好好的一个徐家 被他一个人搅得分崩离析 想起最初回老家的那段时间 我曾一度走不出流产的那个阴影 内心始终存着怨恨 直到有一天遇见了一个奶奶 她见我愁眉苦脸 便主动开导我 人生在世 本来就是一段得失的旅途 人生来便是孤独 你来时是孤独 走时亦孤独 现在这种情况只不过是让你回到最原始的模样 对你 其实没有任何分别 每一种离别都会以某一种方式来与你重逢 说完 我恍然大悟 我现在这情形 不过是回归到我最初始的样子 没有失去 也没有得到 还有什么好怨天尤人 而且 能失去的东西 从来都不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的 从来不会离开 就像现在 学长牵紧着我的手 生怕别人碰到我 一直护着我 走过一整条街 我揶揄地说 你这紧张的模样 人家还以为你老婆要生孩子了呢 可不是吗 再过八个月就要生了 她转头温柔地指示着我 我也刚好对上她的视线 鱼后的彩虹也出现了 这个第一次 未来就会变成了 亮相机 不一定会变成了 我看你 感觉 我看你 我看你